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引发世人瞩目的未解之谜 首先我们先来对彭家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出生于现在的广东省广州市潘渔区 是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植物学专家 植物学专家的身份也为后来他加入罗布泊的科学考察做了合理性的铺垫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做详细的解说 事情最开始发生在1980年的5月份 彭家木疫情九人共同进入了号称生命禁区的罗布泊 之所以这只科学探险考察中有两名植物学专家 包括彭家木在内的原因 还要从他们进入罗布泊之前发生的事情说起 据当地人说 这里曾经有人发现了一片巨大的古城遗址 于是很多年轻人变动了歪心思 想着去古一记中 倒去一些古物名气来换取钱财 可是没想到的是文物没偷成 反而活着回来的年轻人都跟中了鞋一样 丧失了心志 仿佛被鬼妹控制了一般不停地奔跑 发疯 直至逆劫而易 随后 科学家对这些发疯 而死的人做了解剖检查 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胃中都充斥着一种 人们从来没见过的神秘植物 而在这种神秘植物的作用下 他们徒不穿越了大沙漠 而感知不到身体的痛苦 因此 彭家木等植物学家组成了科研探险队 的罗布泊之行就变得和 忽情比了 那么 在彭家木等人进入罗布泊之后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了最终彭家木的失踪呢 据官方说法 彭家木等人进入罗布泊之后 不久就淡尽两绝 尤其在干枯的大沙漠中最缺乏的就是水 等待军队救援物资得到来成本实在是太高 于是彭家木在留下了一张纸条后 决定自己脱离队伍先去找寻水源 然而这张纸条就成了彭家木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 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关于彭家木的失踪 民间的说法显然更加有趣的多 其中最负盛名的说法便是双鱼玉佩事件了 人们说彭家木一行人在罗布泊的古遗迹中 发现了一块双鱼玉佩 这个玉佩具有神秘的力量 它可以对人和其他生命体进行镜像复制 也就说它可以复制出一个与你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而在一次实验事故中 彭家木就被进行了复制 两个彭家木同时出现 于人事的事情一旦泄露出去 将会掀起轩然大波 于是彭家木改名唤醒 隐匿于是 对外宣称彭家木失踪 当然这件事情是否属实 不得而知 毕竟如果是真的 那就太超越我们现有的认知范围了 彭家木到底去了哪里 是只是在沼水的途中陷入沼泽 掩埋于风沙之下 还是真的有所隐情不能攻之于是呢 至今依然是我们营绕于心间的一个巨大谜题 等待着未来的某一天 有人能够将真相揭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